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特报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王浅秋 天气变凉了 也请大家特别关注一下自己身心的健康 那么注意身体的安全 最近很多的意外平人 让大家非常的不安心 我们首先介绍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台北市医员罗志强 大家好 以及我们的供应领袖 我们的郑春琪老师 大家好 还有我们现在台南 跟我们一起连线的谢龙介 龙介先 大家平安 大家好 今天是平安最重要 那高雄的沉中沉大火 造成了46死的意外 现场的民众悲愤高喊 要罢免陈其迈 那么这件事情是不是让大家对于陈其迈 到底要负什么责任 他自己过去曾经要叫胡志强下台的情形 条件一不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民众当时的谈话 我想我作为大家长 我不会回避我的责任 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 真的是一件令我痛彻心扉的一件事情 那我也深切了一个自责 对于我而言 我也不会回避我的责任 三天四次的哽咽 强调的是不回避责任 当然当然有很多人在质疑说 是不是所谓的假负责 真恋战 那么一直不停的说要负责 但是怎么样才叫做负责呢 那么从10月15号的不回避 10月16号的不回避 10月17号的不回避 那么刘世芳高雄的立委 却跳出来说 哎呀 陈希脉是勇于承担的 甚至还提出来什么 韩国瑜的任内 也有两年 他其实只有一年半 就是说他们民党长期执政 还要把责任 甩锅给其他的政党吗 一件事情说三次 就叫做勇于承担吗 那其中当然发生一些插曲 比方说他两度 赴殡仪馆的时候 就强调对外宣称 他没有通知媒体 不过却在殡仪馆的外面 通知的媒体去做联访 这个叫做什么样的不公开 他心里很痛 哽咽的九秒 甚至其实第一次哽咽 是因为媒体问他说 那当时你曾经 在台中事件发生的时候 要求人家台中市长 胡志强下台 那你现在要不要下台 他当时第一时间 也是顿丁哽咽了蛮久的 我看这个图 惨案烧出 甲负责真恋战吗 当时陈其脉曾经喊 台中的pop失火九死 要死几个人才要负责 不过很不小心 这个手指头就往内止了吗 高雄城中城大火 46人死 到底是谁要负责 在这个事情里头 民众的投书认为 陈其脉明明就可以 自主请辞 博得负责的好民生 明年再选 却不敢辞 不过当然大家也知道 不可能 就是如果他这个时候 真的勇于辞职了 明年是不是名气高涨 那么现在对于 基本的公共都市建设 很多的措施 大家民众是不满意的 但是如果他现在反而负责失职 可以向这个民众投书说的 反而明年高票当选吗 那显然他是不可能做到 那么在我刚看到的画面 是这位男子 这位居民跑去 抗议说要求要罢免 陈其脉 还被居民相对的去 给他围剿了一下下 在这样的声音里头 陈忠诚却比不上台积电 陈其脉市府 他的We Care 令人吃之以皮 这个是联合报的标题 为什么这样说 所谓的 在做整个市政的宣传上面 做了很多的大银两的 大撒币的宣传 但是却无视于一些弱势的角落吗 那么市府放任大楼 跟独居老人自身自灭 曾经卖为了台积电 排除万难 武清的旧址 土壤污染的整治 这个工程从12年 可以积说到两年 这个也算厉害 12年才能做到事情 他两年要做到 说是十倍速赶工 那么为什么四十六条 人命大火的悲剧 却是十几年来 二十年来 都还没有办法 做任何的都庚的改变 所以难道这样 不是因为态度而始的 这个灾 惨剧或灾情发生呢 但是比较人家疑惑是 礼拜五 礼拜四的时候 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 公开的宣布 他的营业业绩很好 不过他也宣布 要投资日本 不过里头没有看到 要投资高雄的宣布 所以到底投资高雄 这件事情有没有生变 是不是会如高雄 所宣布的这样 还是一个问号 毕竟企业一定要担心的是说 这个地方如果动不动 有停电 动不动有灾情 动不动有公共都市建设的问题 企业当然要再三的考量 那我们再看看高雄 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开始击查 二十四栋的围老大楼 开出二十六 二十九张违规的罚单 要求立即改善 当然有人在骂说 出事死人才想到要做 但是至少做了 也是要赶快加紧脚步 来做室内所有弱势的角落 或者是危急的角落 要去处理 而简幻中是谁 我们在火警当时 大家都看到那个画面 其实很讽刺 整个大楼在烧啊烧啊 有一张带着笑容的大海报 挂在上面是谁 民意囊的台北高雄市议员 简幻中 就是局 承取局家班的六小福之一 难道这个地方是你们选区选民 支持你们那么长期的时间 难道连找个钱 想办法帮他们成中成的人 装灭火器 或者是争取都更 或者是帮当地的人 关注相关的改善议题 都做不到吗 其实当中让人感觉 这个标准落差很大 我们先来问问人在台南的 这个龙界先 怎么看呢 这个旧卖啊 一整套的连续剧 要铺陈的很绵密啊 所以先去检查24栋大楼 大家都知道 这只是一个起手势 他现在就是哽咽 说哽咽是刚才好 什么哽咽 脑袋不是啦 因为他戴着口罩 想说第一点 就去想说 你们才会这么厉害 像我2011年台东西高的人 我就把胡志强记到 你们还随随着 然后当天他就在当FB 把他影片撤掉了 就是不谈负责 那不谈负责再来就谈到 有去检查啦 24栋啊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就会公布 从内政部再跳出来 全台双北有多少 台中有多少 就统统来了 就微微就照 就要淡化城中城这个 当你们罢免韩国瑜的时候 双叔啊 好不容易把韩国瑜罢免 一堆肉夾在家里面 在捕就要不吞下去 他哪有可能 现在拖下去 已经把这三十 动作是 在百点顶头那堆肉 要怎么吃 水災因 捕到骨头就吞下去 所有就是判断 就是政治 怎么可以 叫人负责 他要负责什么 他利用要不负责 他要怎么负责 所以看到这些政治人物 会负责 你就知道 你敢呛吓 你就要敢负责 我举个例子 2014 我跟赖清德 赖清德说要用他的政治 你敢呛吓 民进党都全部这样 你说要用他的政治生命担保 吴乃仁跟那个 什么齐昌啊 洪齐昌 是清白的 他们为了台中 那个土地罪 台糖的土地 已经判刑了 他还说他清白的 他逼迫司法再办理再审 竟然可以再审 我就说已经判罪了 如果证明他们两个是清白 这样我和你赌 我死去 你敢不敢 因为他已经说要用政治生命 你敢抢你要敢负责 后来重新审判 吴乃仁判有罪入狱 洪齐昌判无罪 我说那现在吴乃仁有罪 我记得这一季 你是不是应该用你的政治生命担保 我死去到台 没人要再算 他罢不减少 他说什么 吃两次你自己 你也有说 如果他没罪 你就要死去 红枝冲没罪 你要先死去 两个一个无罪 一个有罪 他用这个无罪来杜我 我说好 我死你就敢死 他说对了 有罪条你先死啊 我说这样好 我用罪高得贴的标准 要求我自己 我马上辞职 就是说我记得有抢出来 我有说出嘴 个人一个伴不减 我当时就是这样 虽然我对不起我的参民 因为你回我 我的事实是怎么 这是我 所以我放在你们身上 如果不要赌这个 那要赌你就要负责 耐心得总要求他 我快点 我是他没使用 现在你说的 你叫黑志共事 但记得你叫黑志共事 现在你发生46个 他说什么 富幽嘛 对不对 49个也有一个部门 我46个而已 差不多是这个检台 不用富政 所以高雄市民 大家把这八五金 选了这顶 他们是不可能去给你付责的 他要管理 有证明的时候就开始会贴 贴到222 下到四平四正 绝对不可能会去收到 他的身份顶 担任主委来看 差24董后来开始 就勘担三百 台中也有啦 台南都会都有啦 全国大家都要注意 专一焦点 就是要拼免 对啊 显然就是所谓的负责 可能是叫别人负责 去查其他的地方 当然在看到底監察院 还会不会调查呢 那么大动作之前台中的调查 会不会也针对高雄 有什么动作呢 大家是很质疑啊 不过有件事情很吊诡 我想先问问议员好不好 因为在 有没有管委会这件事情 居然可以闹双包 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人家居民那天就坐在现场 跟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说 他们是有管委会 一个月还收五百块的 那只是显然他是没有跟 整个政府报备 是由当地民进党的里长 他所指派所任命 然后跟大家收钱的 可是市政府第一时间出来 说是要所谓的负责跟承担 他就要讲这个地方有多难管 就说这个地方连管委会 都没有一直到昨天 陈其邁还说 这个管委会恐怕是一个社区 非常非常重要的管理的手段 所以他将会强制要求 各个社区要成立管委会 这看起来很好笑 民进党里长可以自己 成立管委会 然后你们现在不认 然后推给这个社区 因为没有管理会输于管理 其实曾公委过 就还一连串的标准SOP 大家还记不记得 之前的太鲁阁事件也是 第一时间先推包商 结果后来包商发现说 你实际上包商整个边坡管理 跟政府还是有关系 你推给包商也没用 你推给管理会会有什么任何意义 你整个建筑的消防 整个建筑的所谓的建筑的管理 以及你的老旧建物的都更问题 哪一项不是今天市政府的职责 而且管委会如果今天真的出现 威胁到建筑安全的时候 仍然是你市政府 你应该要扛起责任的 不管是法规上的责任 还是管理上的责任 所以从头到尾他们在发生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切割 那我要讲陈其满 我先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听 有一个人先不讲是谁 他曾经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大声的去骂说 国民党你敢把萊猪放进来的话 那个总统就给我下台 总统就下台 然后等到蔡英文 选上了总统 把萊猪开放进来的时候 那位老兄 民进党的老兄 人家记者也是去问他 问他说 你说萊猪进来总统下台 请问这位老兄 那总统要不要下台 结果那位老兄 一样哽咽数秒钟 然后回答一句 我是说马英九下台 这位老兄是谁大家知道了吧 其实是顿爹 他打不出来 就是趁其迈 我告诉你 这种所谓拿着严格标准 去打人家 遇到自己子弹会转弯 陈其迈今天不是第一桩 萊猪讲得多凶狠 就陈其迈 萊猪进来总统下台 就陈其迈讲的 结果民众当记者去问他的时候 他竟然可以毫无羞耻心的讲说 他承认了 对 总统要下台 哪一个总统 马英九总统要下台 那你看现在也一样 今天当初是陈其迈自己定了一个 死火药下台的标准 报警这标准不是罗志强定的 也不是王浅秋定的 也不是郑孙琦定的 这个标准是以陈其迈自己定的 所以为什么大家拿这个东西追着他 关键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我真的这几天 我一天到晚就听大家讲说 他哽咽 哽咽 哽咽 我坦白讲 我看了好几次影片 他到底哪里哽咽 尤其是第一次说哽咽 那时候你在明镜长厉害在哪里 他第一次不是哽咽 去看影片 答不出来 这答不出来 断了七秒钟 人家问了他一个问题说 你以前说胡志强要下台辞职 要负责 市长你要不要下台负责 是那个记者拿一个蓝牙棒 啪 把他打晕了 他当场晕在那里答不出来 然后整个就傻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没有办法面对他自己 过去十年前的回力标 那明镜长厉害什么 就把那一段叫做哽咽 哽咽什么 你自己回去拿镜头倒过去看 你戴着口罩 你看得出一个人哽咽 你到底哪里看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看了好几次 他明明就是撒住 撒不住 撒不住 那我错 对 好 那我就要讲 这是民进党转移焦点 一个非常厉害的地方 可是我还是要说一个 一件事情 我直接讲结论 我告诉你没事 陈其迈下次还是会选上 民调还是继续很高 为什么 当年陈菊气爆 死32个人 也是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高雄市失火公安 死亡最多的一次 但那一年是死亡最多一次 陈菊有事吗 没事 陈菊不但没事 后面官运亨通 现在做到监察院院长 他的底下官员辞职四个月 可以回任 然后越升官越高 你又跟我讲说陈其迈到底有什么事 陈其迈你也不要再装了 真的 你为什么不辞职的原因很简单 其实坦白讲我也没有逼他辞职 我只是要讲说你的标准是辞职 你要怎么面对你的标准 但死不辞职的原因是什么 他早就看衰所有高雄人了 我跟你大家讲 他看不起高雄人 他看不起高雄人 他就是看不起高雄人 今天公济明天旺季 我跟他保证两个礼拜之后 还能不能记得陈东城 两个礼拜就好 两个礼拜后再拿出来陈东城 还有任何人记得我扶你 没有事的 为什么今天台湾 我们讲说高雄有史以来 死伤最多的火灾 不发生在新北 不发生在台中 我们讲20年来 两次第一产 第一产就是高雄 陈中城 第二产还是高雄 气爆 为什么两次都发生在高雄 而且都发生在民进党执政 因为在高雄已经没有 所谓的真正能够监督制衡 问责民进党的力量 整个螺丝坏光光 因为他今天做也好 不做也好 摆烂也好 死再多人也好 你继续执政 将心比心 请问各位观众朋友 你想想看你是陈其迈 你想想看你是陈菊 你要在乎陈中城 死46个人吗 你会在乎吗 因为你不在乎你也没事 我装个三次哽咽 我说个三次 我不回避责任 然后人家拿以前的标准叫你下台 你就装作听不到 拖过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公祭之后 一切太平无事 等待下一次更严重的伤亡出来 那你你想想看你是陈其迈 你会要真的检讨吗 这些所有东西抱歉 都本来就可以做 那民进党还有个大绝招就是推卸 我陈中城的第一天 我就已经说了 但这个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预言 绝对推给韩国瑜 第一天我就讲 民进党有让大家失望吗 各位有没有让大家失望 没有 刘四邦立刻把韩国瑜拉出来 他当时是副市长成群任内 在气爆的时候 现在还不是贵为立法委员 一样对 所以你跟我讲 有负责过吗 没有问责 你就要如何负责 只会灾害不断的发生 陈其老师怎么看 只要会操作 完全都不会有问题 也不用负责任 可是那么会操作 你看看刚刚影片里面那位先生 那这个冲 你看他头发都白了 那花多少力气 那种愤怒那种生气 他为什么这样 就是受害 今天民进党执政 造作他们最爱的南部 最喜欢的高雄 那个是最多 弱势族群 你怎么会死掉四十几个人 然后现在他赶快去弄了 二十四栋 二十九张滑单 这个是最可怕 这个陈中城前面没有开滑 那个弱势族群就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那他现在来什么意思 我有到 我跟你警告 我跟你开滑单 我没这个 这是他们官僚 你行政官是这样子 重点是你政务官 你市长 我昨天已经解剖了这个 陈其茂的讲话 他说我不会回避我的责任 但他前面有一句说 如果我有责任 这句他没说 我有责任他回避 你看他已经讲了三次 我们也没有听他讲具体说 他到底有什么责任 他说我不回避我的责任 那你已经三次 至少想清楚了 你有什么责任要负 如果他说清楚 他在哪一家他要负责任 那你可以期待他后面会负责任 他没讲 那他就说我善后也是负责任 我推卸给别人也是负责任 我有做调查也是负责任 有沒有觉得跟陈时中很像 三加十一我负责 他就没有说我陈其迈该负什么责任 所以我不会回避 说我这么厉害 你就知道他在想这些责任 那再说昨天蔡英文去了 你看到总统 你如果有责任 你就重复告诉他 我实在很抱歉 做老虎的 让我们民进党这样无名字 我责任什么责任 他就说我是责任 他也没有 这就是这些民进党 你刚刚讲的操作 我再跟你讲一个东西 昨天蔡英文去 有一句话我觉得 我觉得他讲话 一样我特别念给大家听 我们要仔细分析他们的话 你就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蔡英文昨天去了 他现在表示哀悼 慰问那些救災 他说这次事件之后 尤其国家制度面 法规面 要进行全面检讨 什么意思 这次事件之后要检讨 这次之前 不要讲你民进党 你执政五年 这件事情如果是通货膨炸 如果是很复杂的事情 产业症之后怎么样 那也很困难 这个老旧围柔 下阶层生活这么困难 你民进党是今天才知道吗 你长期不是说跟弱者站在一起吗 为什么要死了46个这么大火灾 他才讲说这次事件之后 尤其在国家层面 跟制度面法规面要检讨 他就表示什么 你们执政五年来没有重视 你不是讲说劳工是你心里面 最软的那块肉 我想懂 弄是什么意思 弄头穿骨 你就是吃他们 你们有时间去争取什么预算 搞烟火 刚刚你也提到台积电 你做这件事这么打拼 这么骨 结果你八十要担心的东西 你这样没在注意 不止 他说后面要检讨 第二个 他说过去他还在那边表公 在那边哀悼的场合 他政治上还维吾他们利益 他怎么讲 他说过去五年 民进党透过社会住宅 都跟围老的政策 围老楼的政策 致力于改善国人 尤其是弱势族群的居住环境 你还说我假计 社会主体 都只在楼子就去楼子 他做多少 对这六世价改善他们的大环境 你准备那些 厌前就是七十多人 这个楼子烧到十倍冠 他还在这边等人说 什么好意思说 我们不好意思 得先清一下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